那如果你自己想要有些调试啊 我建议你去搜寻一些让你会放松的音乐或是影片 好比是有些人跟我说他看到可爱动物他会放松 所以他听到这些脑人的声音又不能马上原地登出的时候 他就会拿起狗狗可爱的照片 嘿太猛了太疗远了 或是一些镊齿类的啊 比如说什么小仓鼠啊什么之类的 把生活想成是让心灵更舒适 欢迎收看Ariel聊心室 哈喽大家好我是Ariel 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曾经在吃东西的时候 就听到那种X的声音 甚至是同事啊上班在敲键盘的X的声音 就让你觉得很烦 烦到发怒甚至想做人甚至很痛苦 最后你会想逃离现场 如果你有这样的症状 那你有可能是我们这集要谈的孔音症哦 什么是孔音症呢 虽然在台湾的精神医学上 就DSM-5上没有被明确诊断 但确实有一群人为此所苦 重复性的声音 其实他都会引起他神经大脑系统里面的 战与逃的反应 而且会非常强烈 就是他会很想要离开现场 甚至原地灯出 一般人听到可能就会觉得有点烦躁 孔音症的人 他甚至会从这些烦躁升华到他会愤怒 愤怒到他可能会想要攻击别人 甚至伤害自己 有一些人会甚至恶心到想吐 或者是有自杀倾向等等 违反就是我们理智上认为的行为反应 孔音症的日常可能会是发生什么事呢 他们很多时候是控制不了自己 对这些反复日常琐碎脑人的这些声音 重复性的 甚至有一些暗缘之笔 这种他都会觉得快发疯了 他们后来会怎么办 可能把自己逐步出乎挂在家里好了 来控制这些环境 对自己情绪所造成的影响 孔音症的原因到底是怎么导致的呢 在我们有任何情绪 包含欲望啊 骄傲啊 自卑啊 内疚这些等等的社会性情绪 都会是脑倒发出来的 在之前的科学研究里面 从FMRI脑噪音里面就发现说 这一群孔音症的人 他的脑倒会特别的东西发亮 前额页就是他会有一个理智 会有理性 这个理性就会告诉我们 这些声音集是无害的啦 所以当你听到什么指甲裹黑板 之类各种你就觉得好烦哦 我们的前额页就会告诉我们 没事没事 这只是这个人特别的行为 我们离开就好 我们就不会甚至发怒攻击别人 不会 但是孔音症的人在这两个部分 从脑倒到前额页 前额页理论上要让他的理智可以发挥功能 这个路径就受了一些状态的影响 你可以把它想成这个路径很像是鸳鸯锅的隔板 但这隔板要一倍拿起来总得淹没 就是前额页的功能就散失了 脑倒就会一直发亮 他就很痛苦 受情绪导致严重的负面引行为影响 我如果是符合上面讲的这样 那我要怎么调试跟治疗呢 其实在认知治疗里面 我们会创造新的连结 我举个例子 好比是他吃东西听到那些声音 他就会很不舒服 因为有人发出他不能接受的声音 我们会在我们评估他身心都稳定 且自在的状况下 让他听到他可以接受声音的秒数啊 频率啊大声啊声响 这些全部我们统整起来 我们都会在各个变相上去做调试 在他可以接受范围内 我们去尝试他最高预值 然后给他新的连结 比如说食物的香味 然后他闻到可能就觉得 嗯其实也是挺美妙的 一次一次一次建立新的连结 但是不是每次都会这么顺利 有时候他不舒服 我们就会马上停下来 去做一些放松练习 去让他做一些身体照顾练习 因为其实他可能不一定 每次都可以逃离现场 所以也会在治疗当中 提供给他一些放松训练 当然有一些人 因为他每天上班 都会遇到比较日常性的困扰 其实我们精神科也会搭配一些药物 帮忙你度过这个治疗的凌晨 那如果你自己现在在日常中 就有遇到这样的困难啊 当然很多人会先逃离现场 可以逃当然先逃嘛 因为他就是激发我们 神经的战于逃反应 但是很多时候不能逃 有些人会透过戴耳机 来转移注意力 有些人会透过冥想啊 或是放松身体训练 来让自己的专注力 回到身体的此时此刻 当然这是我们心理治疗里面 会长期走的历程 那如果你自己想要有些调试啊 我建议你可以去搜寻一些 让你会放松的音乐 或是影片 好比是有些人跟我说 他看到可爱动物他会放松 所以他听到这些恼人的声音 又不能马上原地登出的时候 他就会拿起狗狗可爱的照片 太猛了太疗语了 或是一些灭池类的啊 比如说什么小仓鼠啊什么之类的 反正你得找一些 让你马上会产生一些 愉悦情绪的东西 那当时你把它找出来看的时候 是很容易让你有机会 让你愤怒的情绪 跟失控的情绪 下降到你能控制的范围内 我们的大脑所有的神经 都是可以有可塑性的 我们的神经是有学习性的 可以透过练习 可以透过心理治疗 所以只要我们去面对 甚至有必要的时候 需要服用一些药物来帮忙 其实都是可以得到很大的调试哦 所以一般人不要再觉得说 这些声音其实是没什么的 对你来说是一两倍 对他们来说是几百倍的痛苦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重视这个议题 然后也对这个议题有认识之后啊 可以有一些新的面对法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谢谢大家 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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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